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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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我跟文道和又婷我们讲现在人爱办婚礼啊 我就发现这个中国内地我就开玩笑 我说这个李呀没有了 哎 你看中国结婚过去有这个古礼 包括西方现在结婚也是有个确定的程序 但中国我现在主持这婚礼啊都是五花八门的 你知道齐州叠出 所以我就是有一个感叹呐这个李呀李诗了 所以我说啊叫李诗求诸也 真的还没错湖北现在要找野人 这个 对此也非那 然后看到野人行李挺好的是吧 行野人的李 哎呦那就大棒把那个母的敲晕了 有啊就过去很多传说呀 阿曼达出3D片 山东架山东架那个野人把那个女的 不是什么把那个女的 女男母的野人 野人是什么 两米高 呃红棕色的那个皮毛 然后呢直立 然后呢这个抓住人就大笑 这是科学家说的 大笑 就是哈哈大笑的 哈哈哈哈 就一抓住人就乐 然后呢 这是人给逮住之后怎么样 呃生孩子了吗 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是我过去听到过的传说说一个女的野人吗弄住一个男的到最后玩了大概一个月吧就最后弄成要渣了就最后打救出来之后面黄激瘦啊那个女野人呢性欲相当强啊你知道吗哈哈 但是这都是最新减肥课程 最新减肥课程 这都是传说 什么科学家 这都是传说 但是75岁的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这科学家吧 考古人类学家王善才 在哪说的呀 不是一般的喇叭 在新华社说的 新华社记者专访的时候他说现在要发动民间筹资1000万在几十年之后啊二三十年以后二三十年之前有过大规模的在神灯架找野人吗 现在他们要启动新一次的大规模的寻找野人的行动而且他就说这次一定要给各界一个交代找到野人他说了一句著名的话 现在是流行语说找到野人的养我国威啊这是一件养我国威的事情你那个你那个西门庆故国 不是我不太明白这个逻辑啊就是找到野人为什么能养我国威呢 就是我们是全世界共一游异这什么意思啊 文道你这个你这个你看啊他们准备在树林子里装摄像窃听装置了啊 都不会野人踪迹但是主要的问题是电池没有办法长时间充电就是解决这个问题这么简单的我告诉你啊 为什么养我国威这事很关键我这么爱国的人我注意学习这个王善才科学家说一旦野人被找到不仅是学术和经济意义还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为什么为什么什么政治意义新京报问道王善才说目前很多国家都关注野人 一些国家的科考队也在寻找野人如果我们率先找到了野人将是养我国威的事情 世界先进水平对对对我们率先找到了野人 凡什么事情都率先嘛 神冬家有没有我们研究人怎么变成野人我们做这项研究 如果我们率先达到了把人变成野人的地步 那我们达到了一个世界它现在不是在仇集吗民民民间呢甚至有些可能这个有些探险队员呢 也可能从民间来这个位 为什么民间籌支呢 这个时候目前政府不依支持 是什么为什么 因为他是有单位的人 这位王真才 他是既有考古所的身份 又是神农架野人考察研究会的秘书长 王善才 如果说这个事 比如说是很认真的 或什么话 政府重视 他又说的那么能养我国威 政府应该支持 这一千万对政府来讲小数目 现在一个磁细的一个脚 就是一千万 政府拿钱是很严肃的 你的意思是说 他这个项目不严肃 不是 政府不可能为了一个 就是说你 你到底是不是能找得到 政府就投钱 而且这个里边有背景的 是我记得 如果我没记错年份的话 是一九八几年的时候 当时我们找过 找过 没找着 而且宣布了 是正式做过官方结论 神农架没有野人 但是他们还有很多人 一直不相信 你像这个王善才就是说 是找到还是找不到的问题 有是毫无疑问的 为什么 他凭什么这么说 两条 一个他就是说 多年来历次发现的这个毛发 通过这个化验 说确实是一种 不是人的 也不是任何一种你知道的猴 就是任何一种已知灵长类动物 就是他是一种 大家说吧 他说这个野人 大概是介于 就是说比那个猴 比那个长臂猿 星星 要够几 大概是人的 北京人的近亲 咱表哥从毛发看得出来 还有一对农村的 他们说来说 他说他还有一段 就是当地有两个农民 这俩农民沉默了很多年 据说他们被这个野人 这个强制过 但是就是一直沉默了很多年 最近开口说话了 就是讲出了 他们遭遇野人的这个事情 他就凭凭这两条 他说我相信必有 那会不会有些三贼躲上山 装野人下来 抢劫名女啊 什么的这种 你这消息有根据 据小道消息说 现在有地方特别容易常人啊 神龙家 小道消息说 应聘野人的工作已经秘密展开 待遇是什么 抱持抱住 我五险一金 说网友们争得突破血流 说三险一金我都干了 很容易吗 你看华南虎都装得出来 这个冒野人 我恐怕更容易 这个他们寻找野人 很简单 聘周正 周正龙 周正龙 我以为差点变成周正义了 聘周正龙去做摄影师吗 对啊 不是 就是他说呀 哎 你也不能肯定的否认 说绝对没有啊 当然 虽然以前做过官方结论 就是说肯定没有 但是呢 他说 这个王善才人家75岁了 人家也不是开玩笑的 以前也参加过 他就说以前呢 叫怎么找啊 以前呢 把那个野人都吓跑了 霍隆霍隆霍隆 就这么找 小罗大鼓 野人呢 野人呢 出来了 对啊 他说以前那个找啊 会把他们吓跑 理事求助 对对对 他说现在我们找啊 是这个狗仔队的方法找 就是你看 你应该主要找洞穴 主要洞穴 就是说呃 这次以前没有认真发掘过山洞 这才的东西 而且他说 但你怎么知道 它是血居呢 万一它是住树上呢 你看 对不对 问题是什么 你叫找野人啊 开始他并不怎么有兴趣 被你删了两路 我不是有兴趣 我科学精神 这叫怀疑 我还是很怀疑 为什么 因为你要找一个东西啊 那首先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找的是什么 它大概是什么样的状况 总之 然后你要有些模式 一些推断出来 你才能够在里面 比如说我根据已知的模式来寻找 要不然的话 你想想神农架范围非常大 你别说神农架 前阵子你记不记得 香港出过一个事儿 有个老外 住香港几十年了 天天去行山啊 散步慢 他就在西贡 就香港才多大的地方 你看那么小 西贡一片山区失踪了 几天死了 就找不到 因为非常严重 所以神农架的地方 要找一个东西是很困难的 你如果没有一些 已经可以依循的线索或模式 就只是说反正它长得比人高 像个人这么进去找 这怎么找 你想想看 而且你想想看 刚才你说的那段毛发 那种毛发 他不一定能够说明是野人 什么叫野人的概念本身就先值得厘清 因为他万一比如说我们找到的说不定是一种为我们以前没见过的猴子 其他的林长类 他不一定是野人 什么叫野人 这个概念本身我们从来没有厘清 说不定是一个农民披了一个化千毯 那个毯子在树上构成一根毛 也放了树十年变野了 人家说了嘛 这种理论认为 很可能是巨猿的后裔 就是说中国存在过巨猿 就巨大的这个猿猴 从这个以古化石的分布 就是后来巨猿灭亡了 但是他们灭亡的那个地儿啊 离神冬架不远 所以说有可能啊 当时没有权亡了 留下这么一只 因为身高都是跟姚明那么高 他们就相信就是一只 不我看 不是一只 是那个一个只 一个只系啊 一个只系啊 不我看不管怎么样啊 这基本目的 初步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因为关键是中国现在是网民 全世界最多 网络这么发达 有些事情我们谁都知道 该讲我们不能讲 我们总得讲一些 别的事情来填补一下空间吧 所以我看基本的动力 就在这个地方 你们基本上已经达到了 初步目的 继续发展吧 我跟你讲 什么目的啊 人家这个新京报的问 也挺有意思 说这个 呃 我们注意到 神农架野人考察研究会 副会长 是神农架林区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说神农架当地政府 对于这个找野人 这事相当的重视 是否基于发展旅游经济的考虑呢 王善才坦诚的说 当地政府的确在打野人旅游的牌 他们乐于宣传野人 乐于看到有人做这方面的科研 打造尼斯湖水怪这样的品牌 对当地是有利的 我认为也没有什么不好 对吧 我也觉得是你比如曹操牧 如果是真的 那么他们借打这个曹操牧的牌 也是他顺理成章的事情 对吗 只要你的野人找到的是真的是野人 但是呢 他们还是更看住旅游宣传 对学术研究不太愿意提供资金帮助 王善才的意思就是说 他们想打这个牌 还不太愿意给我钱 所以我要民间募集一千万 因为你知道我们很多地方政府啊 他们做旅游文化旅游生态旅游的方法是这样 比如说你本来要找野人 如果认真做做一个科学研究 要投入一大笔资金去搞 他觉得这个呢效率不高 就等于啊 比如说有些古迹 你说这个地方可以做文化旅游 这个遗产旅游 那但是真的把它完善的保存起来呢 这效率也不高 所以他们通常的做法是怎么样 比如说对待古迹的方法 就是尽量把它拆掉 拆了之后呢 随便拿些水泥盖个新的搞些好玩 这效率比较高 你知道吗 所以同样的对付野人也可以这个方法 最后就找些人 最重要是先造谣 先造谣后造妙 先造谣这是最重要 那你看来咱们就可以去应征野人了啊 我们不够高啊 不够高啊 不是 但但我我觉得啊 我也不可以 我 性性能力还要强 哎呦 这一方面 倒倒没提这事 没听说有啊有啊有啊 哈哈大笑 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抓住了 哎 你看我我找着了 我就这个文本啊 这个湖北省野人考察研究会和神农架科考探险活动 你开始啊 微微大巴山主峰神农架与长江三峡山水相连两大国际名牌组合成地球上最神奇的旅游探险目的地神农架野人让一万人心灵震撼 早在1977年中国科学院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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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组组织了野人科考活动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果 此后是没找到有组织的野人科考中断了三十年三十多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中共武北省委历届领导人都关心野人科考的进展 是吧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很关心 但都这么聊嘛 然后呢你看啊 这有意思 说了很多 就是说本会啊很权威 本会即将组建三支神农架野人和珍稀动植物科考队 每支科考队每年需要一百万经费 主要任务是够了 考察野人 还不光是找野人 找一个堆东西 还有独角兽麒麟 还要找独角兽麒麟 还要找驴头狼 见过驴头狼吗 还要找类虎怪兽叫过山黄 括号就像虎一样的怪兽啊 叫过山黄 括号比老虎大一倍左右 还要找机关蛇 像长的机关子一样的 蛇 还要找古犀牛 还要找九头鸟 我说这是湖北 真的是三百斤还是什么 这什么回事 还要找九头鸟 说这都是中国古代无价的瑰宝 然后呢 真养我过 我也这回 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贾兰坡等著名科学家认为 一旦揭开野人奥秘 就等于找到了活化石 人类进化缺缓将得到填补 达尔文和恩格斯 关于从源到人的进化理论将得到物证 公在千秋 然后呢 这个请大家放心 我们还要干嘛呀 出版系列图书 核建神农架探险基地 野人科考博物馆 中国长寿健身基地 我们一定 长寿健身基地 野人长寿吗 据说 我们一定能把神农架野人科考 打造成为英国尼斯湖水怪一样的品牌 括号 英国尼斯湖怪博物馆呢 已经创收几百亿英镑了 快起来 没错没错 为中华民族伟大祖国增光啊 必定是受益无穷 终生无憾 他还有湖北野人考察研究会法人代表 兼秘书长王善才研究员留的电话啊 然后呢 2010年8月 说明凡全文刊登本文者 今后可获赠美期的湖北省野人考察研究会会刊 并被特邀参加本会的重大活动 我们这么念完一遍也算吧 那是给他扬名了 对啊 以后我们都能得到这个野人会看了 对 找到野人 他第一天就请你去同居 但是我对野人兴趣不到 我还是想看九头鸟 我就叫驴头狼 驴头狼过山黄 过山黄 基本上是一个主题公园的 什么叫的 这真是阿凡达 你说他这个名啊 很文学啊 他管一种类似于老虎的东西啊 叫过山黄 老虎那种黄 这个有点像 他用颜色 民间的那种称呼 问题是麒麟都有啊 野人算什么 这真是太典型了 就是说我本来以为他就是一个旅游 一个科学 就这两个东西混在一起 后来发现他还有文学 混在一起 后来还有经济 就还有党的领导 就什么都混在一起 这是中国语文呢 但是我就觉得咱们是不是也不能丧失这个人类原始的后期心 对对吧 我很好奇啊 比如说你刚才不是说过60年前有对兄妹啊被野人逮了吗 沉默多年现在出来说了吗 我刚刚又看了一下 原来当年这对兄妹啊 在神农架给这个巨型直立行走的原类是掠到山东去的几天起 这个路线是怎么回事 我们想想看 长征的 从神农架跑到山东去 这个野人啊 这个野人 神行太薄 走这一路上怎么走啊 我的天哪 有说这对兄妹被发现之后啊 肯定是在野人那儿不知道是遭到什么叫羞辱折磨啊 几十年沉默不语啊 最近终于知道野人研究会成立了 他们开口 中央电视台要采访 打破了沉默 我天哪 不然我刚听到一个 这个字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 就他们说打造 打造成什么 打造这个长寿基地吗 对 我还有医疗 对 我对打造这两个字特别敏感 就今天在中国最近十年来 每个地方每个城市都在拼命想办法打造这个打造那个 每个都说我们要把自己打造成什么什么品牌 打造成什么什么城市什么什么基地 对 但是我我常在想啊 为什么我们国人今天那么喜欢用打造这样 这是个新词以前没有 以前没有的对不对 你想想看回想一下是不是 这是新词 以前叫建设 对 创建 创立 这个新词什么时候来的呢 大概是九零年代之后 它里面呢 其实它只是比建设这些好像换了个说法 新潮 不一样建设之类都有实际的物质的成分 对 就是打造呢是一个商业概念 是可以来虚的 是品牌 对 就是说实际上打造这个东西是可以比就是凭空来的 就可以来虚的 就可以凭空来的 所以打造这个字流行的这十年间啊 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发展进入新阶段 就是玩虚的了开始 就以前开始盖马路 现在呢每个时候我们把自己打造成什么 新闻庆故里啊 打造成什么孙悟空故国啊 打 就什么都能打造 但它是不是一种商业的东西 那当然是商业品牌 才需要说打造成一个品牌 没错 对吗 现在是每个成 难怪这几年中国这么喜欢讲文创产业 说明了我们从第一产业 向第三产业的过渡 说明了我们从前现代的注重这种建设 到后现代的注重策略 后现代不是现在讲话都是讲策略吗 不是讲实际的思想 真情实感啊 都是能子 我们不讲所指了 我们现在能子的飞翔 这个是整个一个文化的转变 所以我觉得好玩就是 每个地方都讲打造啊 那结果最后打造出来的是一些什么呢 今天你在中国各地看 打造出来的一些莫名其妙的 比如说什么 早也人之后变成长寿健康基地 真是 不是万一真的找着了呢 是吧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野人也是属于无业盟流人员 是吧 对没错 其实宗旨呢 其实就是就地取材 要变钱 每个地方都是要就地取材 但他这个是玩虚的 我觉得玩虚的就是娱乐一下 还没大损失 玩实的才厉害了 你最近看到稀土的统计吧 稀土啊 中国这个这个这个稀土啊 中国现在世界上的90%的稀土 都是中国在生产的 出口 可是中国的占有量呢 是世界第一 但是百分之三十几 这个数字叫人非常不安的 你说说明什么道理 说明世界上有很多国家 俄罗斯啊美国他们有 他们不开采 对美国 他们然后买中国的 对买非常便宜的 然后中国呢 就非常努力 我最刚刚看到香港报纸上 登了江西的一个大广告 就说我们江西的稀土最多 我们最便宜 你们来来买啊来开啊 你们这个就是把地上东西 你刚才那种是虚的 就过度开放 对对对对 那你想人家为什么都不卖呢 而且日本呢 现在炒得很厉害 其实日本已经买了廉价 买了很多 可以用50年了 哎呦 我听过那种 我不知道是不是阴谋论呢 就说这个日本连年在中国买那个煤呀 买煤呀 他们都在地下挖了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巨大的仓库 多少万吨中国买来的煤 打包原样 存在里边存在里 就说这个日本人居安四危啊 就有朝一日有什么变乱 打开之后 他已经从中国就是 他买了太多的煤 可以用50年 但是问题是中国各个地方都是拼命修啊 我有什么东西 而且日本向来是这种策略 你看日本人吃饭是很不环保的嘛 他们用木筷子 急用急气 自己的树一点不敢的 那他那个木筷子的来源全是来自亚洲其他地方 但问题是日本的森林覆盖率 很可能是亚洲各国最高的 因为他从江湖时代开始就拼命中树 而且是不准砍伐的 那所以日本从来就这种策略 尽量买光你们的东西 用光你们的东西 他自己多得很的 对 因为他西渊资源少啊 所以这个国家的人啊 向来忧患意识很强 反过来呢 我们国家呢 就总有一种幻觉 我们国民常常觉得我们地大乌博 一天到晚说这话 那其实不是的 我们都知道 我们地大 但能用的地不多 我们是 我们还有麒麟没找到呢 找到麒麟说不定能发电 那是 那我们过家黄了 我们过家黄 但是实际上呢 是一个什么 就这些年的快速发展 用了很多我们子孙的东西 没错 过去他们要开发什么 唐太宗的领路